这个巨人体型异常庞大 竟然都站不起来 只能挪动四肢 磨脸前进 前方不远处 就是人类家园 数万居民狂恐不安 城墙上千门火炮 站开猛烈的炮击 炮弹砸在巨人身上 巨人毫无效果 这体也太厚了 地面炮兵进行火力支援 一轮火力覆盖 竟然只是哄出些弹坑 巨人很快就抵达城墙 使出一招蒸汽冷卷风 瞬间支柱士兵的视野 下一秒 巨人抬起魔鬼之手 重砸在城墙上 城墙都差点被献胎 紧接着 巨人竟然站了起来 他的面孔居然只剩一半 将军肚也磨破了 内脏挤压在城墙上 吓得全城居民八腿就跑 士兵更是临阵脱逃 威死时刻 调查兵团接手呈防 艾伦在城墙上果断变身 随后 艾伦下令中攻 四发懒声盯住巨人的双手 炸弹小车立刻起动 碰撞的一刹那 发出巨人的爆炸 巨人双手断裂 瞬间使出支撑 竟然栽倒弹成条件 战机出现 艾伦将炸弹 扔起巨人的嘴巴里 超长的爆炸力 瞬间就让巨人夹成了冲箱肉块 无数肉块飞向城镇 众人尼可进行机动作战 这数岸肉块里 只有一块 藏着巨人的真身 只有将其斩杀 巨人才能领盒饭 一块烟熏肉块飞过 西斯特利亚立刻追上去 竟然成功处决了罗德 天空发生大爆炸 西斯特利亚摔下来 坠落在马车上 因为不是酱油饺子 所以啥事没有 居民目睹了全过程 认定他就是救世主 城镇保卫战活胜后 西斯特利亚带上王冠 继承王位 成了女王 居民欢呼雀跃 就是他击败了巨人 救下了城镇 他是我们真正的王 西斯特利亚获得超强的威望 他做的头件事 就是揍利维尔 艾伦拼命阻拦 你现在可是女王 得注意形象啊 话音刚落 利维尔就出现了 西斯特利亚上去做了一拳 众人都吓坏了 你真打 西斯特利亚开心不已 没成想 利维尔竟然笑了 就在不久前 利维尔找到凯尼 他竟然身受重伤 只剩下一口气 因为被地宫废墟压垮了 临终前 他将一切告诉利维尔 原来他是利维尔的亲舅舅 利维尔失去母亲后 凯尼就来到他身边 教导他如何战斗 如何生活 等到他能自力更生 凯尼便悄然离去 他和罗德的弟弟 乌利是智友 他曾经去刺杀乌利 结果 却被乌利 巨人花抓住 意外的是 乌利不但没有伤害他 反而对他下跪 祈求原谅 凯尼深受震撼 因为雷斯家族 迫害过阿卡曼家族 于是两人逐渐成为智友 凯尼也因此 支撑了中央第一线名团 利维尔很是震惊 他在这个世上 竟然还有家人 凯尼名流之间 交给利维尔一只剧人还的药剂 然后就领和饭下线了 对于这只药剂 经过高层讨论 决定交给利维尔保管 埃尔文还赋予他使用权 墙内的世界 逐渐回复和平 希斯特利亚当上女王后 第一件事 就是办福利院 收养国和苹果人群 利维尔力挺这个方案 艾伦三人 看着希斯特利亚教训小孩 总感觉跟想象中的女王不一样 众人搬运无资 艾伦跟希斯特利亚走一块 两人有说有笑 然后三里就杀来了 吓得希斯特利亚一惊 三里抢过艾伦的物资 亲自护送他离开 很快 艾伦使用硬质化的能力 研发出了神器 处形台 他在城外 见其结晶壁垒 士兵引诱巨人 探进脑袋 绳子砍断后 巨人瞬间被砸成肉饼 寒急兴奋不已 不用牺牲士兵 就能收拾巨人了 但艾伦却累到皮血之流 当晚就给他加三 补充营养 可艾伦的心思 全在一个人的身上 他在迪宫被触发记忆时 这个与父亲见面的人 怎么这么演出呢 突然之间 艾伦就记了起来 这人不是基斯吗 众人马上去找基斯 基斯明白众人的来意 于是将一切讲了出来 二十年前 他在城外遇到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 竟然追艾伦的父亲 格丽莎 众人以为格丽莎喝醉了 跑城外瞎晃悠 便没当回事 基斯将格丽莎带进墙内 两人很快成了朋友 后来发生疫情 格丽莎精通医术 救下了很多人 其中就有艾伦的母亲 让人萌生爱意 然后就结婚了 然后就有了小艾伦 玛丽亚城墙被攻破后 人群慌乱之中 格丽莎找到基斯 询问艾伦的下落 基斯将他带去避难所 见到艾伦后 格丽莎才得知 妻子已经离世 顿时心灰意冷 他将艾伦带去小树林 并禁止基斯跟随 基斯只见森林有光闪住 赶忙过去查看 却只见艾伦一人 他将艾伦带回病难所 然后就离开了 后来艾伦加入训练兵团 基斯不想让他去战场 偷偷破了他机动装置 没想到艾伦一时扛了下来 基斯只好祝福艾伦 一定要活下去 得知这个情报后 调查兵团立刻召开会议 决定收复玛丽亚墙 探查格丽莎的地下室 出发前 后厨前特意做了烤肉 主人都馋哭了 大半年都没有见肉了 光闻这味都受不了 沙霞端起肉脚独吞 科尼一招促猴 给我们留点案 让一把把肉夺走 沙霞懊慕一口 竟然很遥让的手掌 看来这饿得有点神志不清了 众人只能将他捆绑起来 众人吃饱喝足 艾伦和杖还干了一架 众人纷纷围观吃瓜 让人愣是打得筋疲力尽 都没有人来劝架 关键时刻 利维尔一记铁拳 在家一记大脚 结束了这场闹剧 第二天黄昏 调查兵团全员出发 广大群众竟然加油骨切 众人受宠若惊 以前总是被骂 现在全这么受欢迎 埃尔文下达命令 出征 调查兵团杀向玛利亚城墙 经过一夜行军 成功抵达玛利亚墙 西干西纳区 众人进入机动作战 三分绝上城墙 作战在每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路上内门和外门 第二阶段 清剿城内的巨人 为了防止敌人发现艾伦 所有士兵头戴都冒 奇怪的是 附近居然没有一只巨人 真是太诡异了 艾伦吩咐外门 一发暖身中阶 要到白米的高空 戒指亚克手掌 瞬间感觉变身 艾伦始终硬质化能力 眨眼间 却将城门堵住 三里竟然跳下城墙 抱起艾伦回到墙上 艾伦还有体力 继续作战不成门敌 众人又赶紧奔赴内门 艾伦这感觉太顺利了 隐约有股不安 就在这时 艾伦有重大发现 城边间有篝火的痕践 他急忙去地面检查 发现有人再次演员 还留下三个水杯 他马上向艾伦汇报 除了莱娜 贝尔托特 应该还有一人 艾伦交给艾伦一只小队 让他全权负责搜索敌人 艾伦有点紧张 毕竟是头一次 单人指挥官 他让小队去搜查建筑物 同时苦思冥想 敌人到底藏在哪里 这次作战 调查兵团全员出动 一旦是把酒彻底凉凉 忽然之间 他寄起墙内的巨人 后背顿时直冒冷汗 立刻发射信号弹 召集小队 马上检查城墙内壁 艾伦战成员的想法 当即终止作战 命令所有人在城墙上待命 众人进行城墙搜索 好像没啥异常 就在这时 一名士兵发现不对劲 他面前的城墙 竟然是空的 下一秒 有人钻住城墙 一刀子将士兵送走 居然是莱娜 众人大惊 紧张时刻 娱威尔空中突起 一技之闪 贯穿来大的波径 拉一把中间聚落地面 轻个间 不就启动变身 只是变成了躺剧 紧接着 一传星光骤然闪起 就见兽局员 带着小弟闪亮登场 兽局员单手 取万吨中的巨石 一个弧线投球 蓝美封出内门 这下情况不妙 马屁完全无法通过 众人退路被切断 阿尔文意识到 今天这场战争 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那就来一局死战吧 本集一番 分别叫竞技的巨人 第三季的九到十三集 本集问题 百轮竞技的巨人 和兽制巨人谁更厉害 选竞技的巨人的扣三个一 选兽制巨人的扣三个二 波勒真的很期待 下一场就是大战了 就喜欢看巨人之间的PK 好了 本集中就到这了 这是波勒新频道 大家多多支持 记得点赞订阅哦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